2008年博士毕业之后,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,负责通信卫星的控制推进研制工作。 工作刚刚两年多,他就向院里提出进行通信卫星无工制电磁推进的研究。 当时这项研究还存在巨大的争议。 在太空中的通信卫星需要调整姿态和轨道维持,所以卫星都会携带大量的推进机。 传统的化学推进方式就是靠推进机氧化产生推力。 二线在卫星上开始应用的电推进方式,则是把携带的工制气体进行电离,然后把离子体喷射出去产生推力。 这两种推进方式都是需要携带工制,也就是推进机和气体。 形象说就是储箱里边存储这些液体或者气体,一旦这些工制使用光了, 那么发动机就不能再使用了,说我说明就到了。 而我们现在这种推进方式,这种电磁推进,它就是只要有电,只要是不是能正常工作,它就能够工作,就能产生推力。 没有任何技术经验可以借鉴,也没有任何国外资料的参考。 这项技术,无论说国内还是国外,都处在技术试验的起步阶段。 陈岳和他的团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 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对的,而更糟的是,我又没有很高精度的方法来验证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。 在这两方面都很艰难的情况下,就全靠我们的摸索和反复的实验。 为了鼓励年轻人创新,航天科技集团五月设立研发专项基金,博士成长专项基金等给予资金支持,而且对于研发核心人员三年不做业务考核,并在人员实验设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,确保他们专心做技术研究。 通过我们的医院科技委的自主研发基金,我们所内的自主研发的基金去支持我们,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,不用去担心条件保障的正常下,能够心无旁骛的一起去做这个事。 可以说,就是这样一种孵化,如果没有当初这种孵化条件,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个进展。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,目前代表着我国通信卫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,多项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,有待再轨沿着。 东方红五号平台整心功率达到三万瓦,有效载荷超过两千公斤,携带的转发器路数达到一半二十路,一些技术指标超过发达国家水平。 在中美国的59号居ário法法的法律程度允计随 百坚豫倪大使用 shows,登陆英唷一 Coconut证竞7r施和家 합니다,没 一般服装性, statt人随作用时不在沾头或装作用时,能量都统伤一 pen凝to的 Size,你必须找一 worn Copyright Attorney You have the right to take it down